意大利黑醋有不同等级 面粉越耐 味道越甜 口感越醇 意大利黑醋可以便宜到几十元港币 亦都可以贵到几千 甚至乎是过万元港币 醋的喝汗 和红酒一样博大精心 今集理财要贴地 请来美亚酒业 香港区销售总经理及co-founder 余海卫先生Cyrus 跟大家探讨 意大利黑醋和红酒 都是由葡萄釀製而成 不过 黑醋釀製的过程更复杂 首先在烹调方面 意大利黑醋需要有三十六至四十八个小时 然后再用一个很长时间去沉釀出来 当中的过程是没有加一些糖分 以及一些人造的香料 而且它是纯天然的 如果以一百公斤的葡萄来说 要去沉釀二十五年 它其实只能做到两公升的黑醋 正宗的意大利陈连黑醋 每瓶都有出生证明书 而且都是一百毫升小圆评装 要在Moderna或者Reggio Emilia 出品 才有机会获得欧盟DOP认证 而准备出桶的黑醋需要先由专家鉴定合格后 才可以在瓶角度加盖认证 而每瓶经认证的黑醋 会在瓶身标志着不同的颜色 确保每瓶黑醋的收藏价值 假设要收藏的话 当然我们需要找一些关于有认证的认可 因为它是用政府监察着 那些黑醋一出产的时候 它的品质、质素、年份方面 通常是超过了十二年或以上 我们才可以去到欧盟DOP认证 我们通常是有十二年、十八年、二十五年或以上 而且有这方面的认证才可以用颜色分辨 例如十二年的我们会用红色 十八年银色 金色方面可能是二十五年 之后可能是五十年、八十年、一百年都有 越高价值陈阳的年份的黑醋 它的价值会更加越高 再加上收藏价值就更加越好 比较不同年期每一百毫升的意大利黑醋平均价格 扬製超过十二年以上的意大利黑醋 平均价格是898港元起 二十五年以上是18888元起 五十年以上是3880元起 而一百年以上的意大利黑醋 平均价格是6880元起